数十台笔电与电脑主机一字排开 里头全都安装了号称防众神器的people系统 警方查获温信与灵性主贤 在从事防众期间 察觉如能获得大量污主个资 将有助于防众业者推展业务 便自行开发不法个资查询系统贩卖图力 初步统计不法获利达数百万元 征求大队发布防全台民众个资外泄 刑事局发动大规模搜索 逮捕六十四贤的案子 原来从事防众业的温信主贤 发觉如有屋主个资查询系统 将可先获得屋主的联络电话 生日、职业、户籍地或县住地等资讯 有助开发客户及业务推展 故动起贪念 自行已曾在暗网上流传的旧资料为基礼 开发个资查询people系统 并且贩售魔力 想要购买people系统的人 需先提供名片 以验证身份为防众业者 并且他只在公共场所进行面交及安装 以躲避警方的查契 另外亦称为防众业的宁信嫌犯 则于购买后见有利可图 直接做起了转售 赚起价差 针对使用者 极可能除放这些查询系统的地点 进行同步的拘收行动 供查器、陈某等62人导案 充实查扣电脑设备61套 手机65支等证物 由于people系统内涵高达1亿8千多万 比全台民众个资 甚至连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 以及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户籍地址 及电话等机密个资也被搜猎 警方也约谈曾购买此资料库的防众盗案 不排除有不法集团幕后操控 将进一步溯源调查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导 请 indi席会台北报导